三个正能量 那么有车的朋友家里有车的 现在几乎已经普遍了 那么你们应该上过高速 在高速这个司机界游船的一句话 两广高速臭名昭著 这句话听过吗 两广指的是广东和广西 两广高速臭名昭著 那么关于这句词是怎么来的呢 我看了一下 说是广东和广西是挨着的 他们的贸易往来 人流往来 务工也好 做生意也好 是特别的频繁 那几乎就是每一秒都在发生 这个高速吧 尤其是两广人员比较多 所以它特别的密集 那么造成第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 因为它这个贸易比较往来 或人往来比较密集 所以经常造成堵车 当然高速堵车也很正常 但是这种堵车呢 一般都是节假日 车辆比较多 返乡的过年过节 五一十一 但是据说两广高速 它天天都堵 短载几十分钟 长则就几个小时 所以呢 很多高速司机给它起了个名 两广高速 臭名照著 后夕呢 因为车辆的加大吧 再加上这个外地人 这个车辆到 广东 需要路过广西 那么在这段过程当中 他们就发现 这个两广的高速 和其他省份的高速不一样 我们知道高速呢 它最高线速是120 对吧 而且大部分这个路比较平 然后呢 比较直 长 那个速度才能开起来 而且整个路段呢 基本上是在190到120 之间是不变的 但是两广高速很奇葩 前面的50公里 或者是30公里 它可能就是直接限速120 可能刚过了130 就是开出去之后 马上限速70 你这个时候就突然停车 还没跑出去10分钟 直接速度又限速80 你又要调整 那没过几分钟 限速60 那给司机造成这个 心理压力是很大的 情绪压力特别特别的大 所以大家都不愿意 跑这条高速 但是你还要 必经之路 那么最终还有一个原因 是什么呢 由于它的这个人流 客流 车流量比较大 再加上长期的堵车 再加上定期维护的 比较不及时啊 经常就会出现这种 弯弯绕绕的这种小路 咱们不知道当年 它是怎么计划开发的 我们的这个高速 一般都是直线比较多 比较畅通 才能把这个速度开起来 而据说两广高速 它这种蛇形状 盘旋状的路特别的多 让很多外地的司机 对于两广高速是特别的头疼 那么甚至当地的这些司机 当地的这些 这个这个居民都说啊 尽量不要走两广高速 尽量不要走两广高速啊 你直接这一趟高速下来 让你人车直接就崩溃了 你就不想再来第二趟了 所以说通过以上的这个分析 我觉得还是有道理的 那你像很多北方啊 它这个客流量车流量比较小 它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你就是因为你的客流量太大了 所以说希望以后能多开发几条高速啊 或者是多开几条其他的路线 缓解这个压力 大家有意见 可以在评论区评论